好的 歡迎回來玉世傑 那我們今天回到神魔三國志 呃 V0玩家 這樣配來到了第二集喔 那今天呢要介紹這隊是 走一個極限的 章療隊 那如果說你正在練章療隊的話呢 千萬不要錯過這一集的介紹 那我們就先看一下 整個打鬥的過程 我其實 其實我發現我一開始打不贏他 我後來就想說 不然我就放這個 降術部分來去把降術 然後逼我自己可以踢腳出手 那希望可以直接 砍掉對方 但發現其實不行 因為其實他的章療沒有站在後排 沒有中後排 那就差在說 章療 呃 鼠關到底有沒有辦法 剛好切中他 但是後來發現還是不行 那我主力打手居然都被幹掉 那就會導致後面的那個整個 火力不出來這樣子 那我本來 我記得我好像有把他換成這個 不知道有沒有換掉 對 我後來刻意的把 身旁拆這個蒼狼笑天 希望可以 求地位和爆發 就直接殺掉他 但後來你有看到就是殘血部分 所以說呢 我們就特地的來介紹一下這一集 那希望說 呃 對於正在有練這個 這個所謂的 極限章療的夥伴們呢 有幫助 那他主要的那個 隊伍裡面呢 就會有 神珠 神話陀 月陰 然後 魔關 以及 呃 主力的章療部分 那其實幾乎就是走 極限4-1的路線 他其實 已經很達到 越世界理想化的那個 神話陀部分 我有提到 我再三提到 天命一定要點到60 點到60的原因是因為 可以 而外去增加攻擊力的部分 那 千萬不要忽略了這個增加攻擊力部分 甚至說來到 第150級之後呢 這個會提包我幫的那個傷害值部分10% 也就是說 光傷害 傷害10%再加上這裡的那個 這個所謂的 傷害 攻擊力10% 整個加起來就是20%的攻擊力 這就可以遠遠去取代 當初 呃 他技能裡面沒有增加buff的一個 所謂的那個技能的部分 那我們來仔細看一下他到底是怎麼去配的 那 我覺得比較 詫異的是他的天賦居然都沒有上2 都沒有上2 然後 好像 敏捷高級敏捷對於所謂的神豬都是 必備的 那這裡有不屈跟金剛 我又一直在提到 只要是輔助系的角色 不屈 金剛跟鐵壁都是他可能比較 需要的地方 那 甚至說其實我看蠻多 這個所謂的神豬都有 塞上高增肌的部分 那提供大家做參考 然後這裡有初級回春 以及高級環魂跟初級極致部分 那主要他的那個神豬塞的是蠻像 那 雲爆版倒是給了月鷹塞 那 那提高月鷹的速度也是一個 可以去做考量的地方 畢竟 本來神豬的速度就比起其他速度還要快一點 那如果說你今天覺得神豬夠快的話呢 你就可以考慮把 那個所謂的雲爆先塞給月鷹了 那我塗一層應該是月鷹本身的那個敏捷還沒到高級 還沒到高級 那看一下神話陀部分 啊 忘記說配速部分了 可以看得到呢 目前神豬是月鷹是1速 然後神豬2速 然後接下來是 魔關羽 然後接下來才是 神話陀以及張鳥部分 那其實 話陀的慢速呢 其實也可以 去做一個避免對方 就是造成傷害之後 我方太早出手而沒有奶量的部分 當然第二回合的部分 還是可以做 做那個回血的部分 回血的部分 那神話陀配的還是有 裡面還是有不需要 然後有這個還魂部分 其實有些高V玩家的話呢 會幫神話陀配這個高級還魂部分 所以說有還魂的話呢 也建議玩家可以去考慮 那1速是神話陀必備的 甚至來到高級是沒有問題的 那塞了高級敏捷 這裡面有加暴擊跟那個 生命值跟加暴擊的部分 然後另外有終極金剛喔 一樣 我就有提到 不管是怎樣 只要塞 最好就塞不驅跟金剛 那當然有鐵幣會更好 這裡也有鐵幣喔 那龍恩已經就是給我們的神話陀囉 那另外來看到月鷹的部分喔 你的所有隊伍 你角色裡面呢 一定要有一隻去學守護 那不管給誰學都可以 但也有玩家建議說其實 神話陀去學守護也不錯 那你就看你 要給哪一隻方式去學習喔 那不管是月鷹小喬 或者是神話陀都可以 然後兵把部分呢 學的是守護 敏捷跟衣術部分 衣術還是有必要給月鷹 畢竟 他還是一直有奶量的那個 所謂的 補師喔 那這裡的話有塞高級金剛部分 跟高級鐵壁喔 然後初級機型應該是 沒辦法因為 不見得能夠 全部都塞到 洗到一個好的理想的那個 龍魂喔 那至少說 目前來看的話 他龍魂算是可用的 那所以 重點都在於說 裡面的不屈喔 特別的要特別注意一下 所有的 玩家 戰力來到千萬之後 我覺得 最好每一隻都塞上不屈 那其實我的武將裡面 其實我也蠻想塞 給那個鼠冠羽塞上不屈 目前是洗不到 如果洗到不屈的話 我們應該就會 給這個關羽 給塞上不屈喔 希望是不屈加破甲 或者是不屈加上必殺都可以喔 不屈加上必殺都可以 那就看以後 因為現在目前也沒有多餘的能力去洗龍魂 就 我都是等到有任務 比方說 英雄崛起 這裡有需要重駐的時候 我再去洗一下 那 目前先把 剛好我有 買那個不屈的冰法 我就把這個月印的不屈升到高級 那看一下 月印這裡起碼高級 呃 抗爆部分就來到82%左右 算是蠻高的 那小喬剛好是有 洗到這一顆不屈 我會剛好就塞給小喬 那小喬的 不屈來 呃 抗爆只能來到41%左右 那另外看到 看回這裡了 所以說我覺得 當時的我如果 那個關羽有塞上不去的話 或許也有機會擋 擋住那個張寮的那個 攻擊喔 一波攻擊這樣 我猜啦 可以 或許可以 至少不會一擊就必殺喔 那這個也要等之後 有洗到不屈的冰法之後 再來做嘗試這樣子 但是也要遇到同樣一隻對手 來去做測試這樣子 那魔關部分呢 速度來到3089 他這邊是學的是無懈可擊 那一樣喔 這個天賦沒有學喔 那所有的打手裡面 必殺 破甲 然後敏捷 跟霧連 都是打手必備的 那其實看得出來 其實打手 該有必備的他都有 那其他就看你自己想要塞 這個所謂的致命 或者是追殺 其實追殺也蠻適合給這個 魔關羽 甚至說有挑釁也可以給魔關羽 那這裡塞了一顆 初級嗜血的部分 初級嗜血的部分 那這樣的配置方法呢 其實魔關羽的整個冰法來說 算是 也幾乎是快 蠻 就是蠻OK的 蠻OK的 雖然說這個初級 但是 就千萬戰力來說的話呢 目前來說 算是可以 算是可以 那 雄獅部分塞的是給魔關 然後 接下來看主力打手部分 這也是初級嗜血 中級不驅跟高級霧連 那 他有三樣不驅就真的是蠻好 然後敏捷 高級敏捷就是必備的 然後還有破甲跟必燒 當然如果說 破甲是高級的話 會更好一點 他整個那個效果就會出來 那這裡如果說 開始有學的話呢 或許是可以把 那個 而不驅上升上這個高級 那其實嗜血的話 我覺得 可以 透過龍魂的方式 多拿一顆就好 然後 在必備的時候去打那個 所謂的 難滿的時候再裝上去即可 那龍魂的話 我 當然有時候其實嗜血 他有 部分的奇效出來 比方 比方說 你可能去打 戰力差不多的 那個 對手 或者是比你弱對手 但是你剛好不小心 方式都死光 你沒辦法補血 那 此刻的高級嗜血 或中級嗜血 就會產生效益出來 今天 可能光打 髒鳥的話 一隻就可以 一邊打邊吸回來 那他就會有發生奇效的作用 那我們接下來接著看 那蒼蠅的部分 當然就是給我們的 這個 所謂的髒鳥的部分 那 這裡塞上了 所謂的 中級必殺 跟 高級必殺 跟中級堅韌的部分 那敏捷跟破甲 那我們看一下 接下來看鍍魂的部分 其實 無課玩家來說的話呢 鍍魂來說 比較 沒辦法鍍得很完整 但是其實他的那個 主力打手 所以其實 都會專注在 主力打手的部分 那主力打手來看的話呢 其實 該鍍的 其實魔關的一三招 都鍍好鍍滿了 那 因為應該也是四星裝備 我猜 應該是啦 因為 對於V0玩家來說的話呢 暫時沒辦法 很快的去 合出五星裝備出來 對 四星裝備 那 鍍魂的部分呢 就提供大家做參考 這個就是 一二三 但我覺得 其實張鳥應該要鍍四啦 鍍四會比較好一點 畢竟這個可以增加沉默 然後又可以提高 那個 有概率提高沉默的部分 所以說我覺得這個比較好一點 我記得傷害也有拉高 也有拉高 然後 接下來看一下 寶物部分的話呢 對 寶物部分的話呢 神豬是反傷 然後 月鷹跟這個神華澤是穿上了那個回春部分 那 魔關神勇 其實神勇也是可以喔 你今天打手 如果說是副打手的話 不是單一回合就要爆發殺死對方的話呢 神勇 穿在 魔關 或者是神罩的身上 都可以 體現他的那個能力值出來 另外張鳥就是塞上那個怒翼部分了 求的就是一波爆發帶走對方 那我們看出 看得到那個寶物部分了 神豬部分呢 我是不知道 我覺得塞治療好像沒有那麼好 然後 有塞抗暴 我覺得抗暴就是可以喔 因為加速度 神豬是一定要衝速度 所以說 速度部分我沒有意見 但是治療部分的話 我看到有人 大部分好像都會衝攻擊 攻擊趴數之類的 那 這裡的話就 提供大家做參考 那我不知道 他的治療會不會對於說 那個神諸葛在最後收 應該因為神諸葛收套子 恢復98%的生命值 我不知道這裡會不會受影響 因為沒有去做測試 是不知道 或許可以來去看看是否有奇效 但是其實要測試這個也 然後就要去看看這樣子 因為還要去洗出來 再去做測試 蠻耗錢 目前 月世界沒有這種 預算 去耗 如果說有玩家有經驗的話呢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 讓月世界知道 然後分享給其他玩家知道 那治療塞給我們的神話頭 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這裡的話就是塞 治療跟速度 那閃避也是可以 那我會建議玩家如果要閃避就閃避 要 抗暴就抗暴 那兩個有抗暴 防禦跟閃避 我會覺得 我個人會私心覺得說 我 與其都 因為那個趴數很低 如果說都很低的話 我寧願 集中同一個 然後去 把某一個 抗 抵抗值 給往上做提拉 會是最好 會是最好 對我來說 我會 這樣子去選擇 那我不知道其他玩家怎麼選擇 那原因部分呢 選擇是 治療跟速度 然後 抗暴也有 生命也有 因為 這裡有學守護 所以說其實 我會覺得 如果說今天如果說月鷹不是 當坦的話 那如果說他速度 假設之後夠的話 我覺得蠻像給他 這樣會提高守護的整個效益出來 會更好 因為蠻像可以增加那個生命值部分 那 因為浴室就現在是把我的月鷹 當成坦在用 其實我真的蠻坦 我發現月鷹真的很好用 而且很坦 面對這個神兆部分 起碼他可以撐上 好幾回合都不是問題 好幾回合都不是問題 只要對方神兆 不是特別的強 或者是 戰力差的特別多 的話 我的月鷹來說的話 其實 有塞上鐵 那個不驅之後 這裡還有高級鐵壁 整個那個 硬度來說 是有體現出來的 那 再加上有其他部分去輔助的話 就會 讓他更硬一點 那 這裡的話呢 塞上是治療 那我覺得 因為有守護 所以說最好是在 洗個治療跟抗暴 那不要取防禦 因為洗防禦的話 其實這個 所謂的 高級守護的效益 就 就體現不出來 不過 既然人家都贏了 那我們就 沒有什麼話說 沒有什麼話說 那 另外看到 魔關的部分 魔關的部分 洗的是爆傷跟攻擊 其實魔關還是一隻可以 輸出型的角色 所以說你把 他的攻擊 往上提 我是覺得可以 那 抗暴還是必要 必備的部分 速度跟抗暴這樣子 這樣子 這裡有防禦 我還是一樣堅持 如果說要洗抗暴 就洗抗暴 不要 分開洗 不要分開洗 這樣效益 我會覺得出不來 我會覺得出不來 當然 再次說一次 人家還是打贏我的 那你可以 參考他的配置 那你也可以去 試著看看說 因為我之前如果都用抗暴 那我是不是說 放棄一個抗暴 然後用防禦 來試試看這樣子 那你可以自行做 自行做選擇 這樣子 那另外來看到的話 這是 他是選擇攻擊加暴傷 然後防禦加抗暴 然後一樣的防禦加抗暴 那這就是暴擊加攻擊部分 然後另外看到符石 我覺得 V10玩家會成功的話 主要其實主力打手都要 帶 幾乎都要三到四套的那個 滿等的那個符石會最好 那目前來看到一套兩套三套 至少四套吧 四套 然後最後這邊的話 幾乎 有 快半套左右 快半套左右 那 神助部分選擇是攻擊速度加防禦 那大部分都這樣子 只有最後一個是 攻擊速度加生命值 那這個就提供大家做參考 那神話陀則是攻擊速度加防禦 那我個人會覺得神華是一隻 除非說你不 不去吃速度啊 如果你不去吃速度的話 我覺得攻擊加防禦 就會是他最好的選擇 那如果說你是 想要他快點出手的話 攻擊加速度的話 就是他的那個首選 那 他的選擇是選擇攻速防 攻速防幾乎就這樣子 那最後才是攻速升的部分 然後 月雲部分他可能是剛 猛將剛轉 所以其他都是猛將 所以我就這裡就不提了 猛將 支持防禦什麼東西之類的 那另外呢 魔關這裡的話 就是攻速防 全部都攻速防 那張寮也是幾乎都攻速防 只有一顆是生命值的部分 然後 專輯部分來說的話呢 神珠錫的3%攻擊 然後 神 化陀則是3%防禦 那當然喔 因為月雲本來就是這個守護 所以說 選擇3%生命是 是OK的 那魔關羽這裡有3%暴擊 然後 這裡張寮則是 加速度部分 那如果說其實玩家 在後面 後期的話 好像可能大部分 這還在整年 那我不知道 可能都會 偏向於速度 速度加3%會更好一點 不過 對於 V0玩家來說的話呢 我還是給V0玩家的建議喔 前期先不要去洗專屬喔 請你先 努力的把你主力打 呃 所有的角色 先把專屬開2格 然後最後先把 主力打手的4格打開 然後副打手的4格打開 這個才是王道 你去洗 不見得洗得到東西 而且洗完之後就不見了 那 應該說你不見人的洗到你想要的東西 那洗完就不見了 那 搞不如你去 把 我還 我還情願你把那個 寶石從3級升到4級會更好 與 與其你去升 呃 去洗鍊這個 從 重駐 然後我 我寧願你喔 去把寶石升到4級 然後直接 塞上去會更實用喔 無課玩家不要想其他的有的沒有的 主要把你的 資源分配到極致化之後呢 再來去 呃 去把那個資源做更大的擴用 會 會更好 而不是 著急的想的那種 比較虛的東西喔 然後 魚絲界的玩法就是找一個比較實的 呃 做法 當然 呃 要看你自己啊 我覺得我的 我的意見是建議 然後我 分析別的東西也是建 也是看法而已 那你也可以 參考他自己的那個 對方的做法 然後去 思考自己 自己去怎麼做這樣子喔 那他的神珠呢 是攻擊加防禦部分 那增防 的部分 看一下是 增防 他選擇的是這個 開場增加防禦喔 那個是 盾牆的部分 那另外看到神話頭 則是選擇 呃防禦加 奔襲部分喔 我只知道奔襲而已 奔襲加10% 其他我就沒有去特別 欸不是奔襲喔 那我 欸 欸他有在洗掉是不是 我不知道 他有在洗 他有改變喔 他有在改變 本來是 本來是不一樣的 他現在是免傷 免傷加上 治 治療吧 救贖 被擊殺時候隨機清除對方 那個 所謂的狀態出來 這個 這個等我一下 喔 換場好了 好 然後 成將是用一擊喔 應該是沒有錯吧 對成將一擊 然後 月鷹則是3%生命跟10%抗暴 應該沒有改吧 又改又就丟臉 對生命值喔 然後10%抗暴部分 抗暴對於月鷹來說 其實是蠻有效果 而且他的那個 不吝嗇重複在講 他的那個兵法是選擇守護 你選擇守護的那隻角色 盡量把那個生命值往上提高的話呢 你的守護的吸收盾效果就會更好 就會更好 然後另外看到 魔關的部分 是選擇暴擊加暴傷部分 暴擊加暴傷 暴擊然後 這個是猛擊部分 暴傷加上20%左右 當然如果加暴擊會是更好 就是提高暴擊的部分 那張療部分則是增加速度3% 強化自己本身速度 所以他的速度還會再往上增加 3%的話是大概 出於100 90嗎 100 可以再增加90 大概是將近3100 所以其實他張療速度是相當快的 不得音樂不見是不是 沒有 他中間都會 都會不見 然後 然後 我們看到 副將部分的話呢 幾乎都成將 那你也可以選擇 這樣 但是我覺得 其實成將要取得的效 那個時間點 時間也不易 所以說 我會建議 無課玩家的話呢 可以先選擇成將 紫將 紫將部分都 非主力打手 然後主力打手可以先把成將給撐到滿 然後他成將是4等 我看我的幾等 我現在幾等 我只有忘了 但我現在其實主力打手是這個 這個 身旁部分 那我3等 我會比他慢 我會比他慢一點 然後我還都塞紫將 那我有點丟臉 那 他的那個 寶石部分 只有 神珠開一格 然後 抗暴部分 這是他 他做選擇 那其實如果說是輔助性的角色的 都建議是先上抗暴 然後如果是他是有 回血人呢 可以增加攻擊部分 抗暴部分 然後 神話陀哲是 4級的閃避 我是覺得 如果說 如果說沒有必要的話 我覺得閃避是沒有什麼太大效果 對神華來說 除非說他放在前面 然後 他又穿上那個 他 因為神話陀一定是穿龍恩 不會穿 加閃避的龍魂 那我覺得閃避的話 效益就不大 那 另外 來說的話 呃 月鷹 則是 生命 加上這個治療部分 那其實蠻適合月鷹的 那魔關就是 兩顆攻擊部分 攻擊加 暴擊部分 然後 張療則是攻擊暴擊加抗暴 那其實我會建議 無課玩家 當然就是按照這樣的方式去 去增加 比方說他可能是攻擊 或者是傷害 然後暴擊都可以 那 最好還是多上一個抗暴 整個抗暴系數才往上做增加 然後 再去搭配那個 所謂的不趨 不趨的部分 那 天命的 來說的話 神華點到60 其他沒有點 然後 魔關 30 然後 張療則是68 那我會建議 無課玩家 天命還是要點 然後 最好是 全部 全部開到30 之後呢 再去點主力 主力打手 那我現在主力打手的神旁 則是來到 115等 那你還有另外一個做法 就是你可以統一的 把所有的 角色 努力的都平均升到60 再升到90 其實 60跟90的那個 整個效益會出來的話呢 比方說可能 60 60可能有機會 有其他的效益出來 比方說像是 看一下 不要這個 比方說像是月影好了 他的60的話 他就可以去 有 極致有增加命中的效果 但我覺得90會更好 應該說 平均來到90 再去 衝那個所謂的 那個 其他主力 主力打手也是可以 因為90的話 他可以降低 對方傷害部分 在月影這裡 然後 神華則是 神華90一樣 可以減低傷害 你要思考的是說 我場上的 輔助型的角色 他的那個 在場上韌度越高的話 他生存的越久 對我來說 我的 加Buff的 那個 或者是回血的那個 部分 都可以往上做提升 那就是我可以 活得比對方還要久的那個契機 那如果今天你的輔助打 型的那個 角色呢 對方一炸就死了 那就 你就變成說你沒有 可以得輔助 就變得不好 所以說 有兩種做法 一種是先衝到30 30是為了 開啟全部的抗暴 然後再全力去衝那個所謂的主力打手 來把 整個主力打手的極限往上堆疊到最極限了 因為你看神旁的那個效益 必須達到其實至少要120的效益才會更好 現在的話 那個是 90是只有提高虎位跟猛將傷害 那當然 對於猛士跟方式傷害提高的話 對我方來講也是有益的 為什麼今天如果說 對方的那個 戰力最高也是猛士的話 我先去 先去炸他的話 第二招有機會沉默 然後再加上 這裡有機會增加 10%的傷害的話 對我來說的話 我的傷害往上做提高 要把整個傷害拉到最極限這樣子 好 那接著 我們來看到的是 暴擊部分 那可以看到 看得出來 其實 輔助型角色當然都不撐暴擊 但是 那個 一般來說的話呢 抗暴來說就會比較高一點 那月盈就稍微低一點 28.3了 那昇華已經有來到52.3了 然後 然後 神珠則是43.5 那魔關呢 有40.0 那張鳥有42.4 那其實 其實我覺得他的猛將的那個 抗暴系數還蠻高 像我的 我的 神龐 也才43 剛剛差不多 然後我的 我的這個 章魚 欸那個不是章魚喔 關羽喔 章魚 好像是章魚生喔 關羽的抗暴就比較低一點 只有28.7 我覺得這個是我比較致命的地方 那也是我想要去做改善的部分 不過 目前來說的話呢 還需要時間去洗龍魂呢 就沒有辦法 然後 其實 聯盟科技有在點啦 那就不用多說56 56 55 之間啦 那因為其他部分看不到 就沒有去把它給 拉出來用 然後 大概就 大概就先介紹到這裡 這個是 我覺得 我覺得還蠻強的 章魚的那個整個配置的 部分 包括說角色也好 如果說你剛好練的是神珠昇華 月音魔官搭配這個所謂的 章魚 我覺得 你可以按照他的配置去 配出來 你的那個 你的那個兵法也好啦 或者是 圖騰的放置也好啦 鍍魂的順序也好啦 或者是說 寶物啊 應該怎麼去放啊 然後甚至說 你的寶物要怎麼洗啦 然後甚至說你 誰要先上那個浮石啦 都是你可以去思考 然後去考量的狀態的部分 今天其實 他的神珠已經 開到那個天命開到60了 可以增傷的部分 所以說其實是走一個4-1的 極限角 因為今天章魚吃 絕對可以吃好吃滿所有的buff 不過我覺得比較致命傷是 他有提升那時候 我看他的那個速度才2800而已 現在已經3000多了 所以他的速度是往上提升的 那 這部分呢 就 就不再去做更新 去變動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介紹到這裡 那希望這支影片呢 對於有練這個 所謂張聊的無課玩家呢 而資訊是有相當的幫助 那如果你覺得 資訊有幫助的話呢 不妨幫月世界影片點個讚 然後還沒訂閱觀眾朋友 幫月世界訂閱起來 那如果說 要DNAIT的話呢 也歡迎下方有帳號 DNAIT50100都可以 感謝大家 那我們就下一次影片見 那如果說 你對於那個資訊有任何問題 或任何意見 或者說你覺得說 月世界你不要做這個表格 看起來很煩 我只想要看到這個 所謂的對方的這個 狀態 然後 只要點狀態去講的話呢 也可以 那到時候你可以留言 那我們就來去 比較一下 看大家比較喜歡哪一個方式 如果說 這個表格方式 你覺得很煩躁的話呢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讓月世界知道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啦 拜拜 好的 歡迎回來 月世界 那我們今天回到 神魔三國志 V0玩家 這樣配 來到了第二集 那今天呢 要介紹這隊是 走一個 極限的 章療隊 那如果說你正在練章療隊的話呢 我們千萬不要錯過這一集的介紹 那我們就先看一下 整個打鬥的過程 我其實 其實我發現我一開始打不贏他 我後來就想說不然我就放這個 降薯部分來去把 降薯然後逼我自己可以提早出手 那希望可以直接 砍掉對方 但發現其實不行 因為 其實他的章療沒有站在後排 沒有中後排 那 就差在說 章療 鼠關到底有沒有 辦法 剛好切中他 但是後來發現還是不行 那 我主力打手 居然都被幹掉 那 就會導致後面的那個整個 火力不出來這樣子 那我本來 我記得我好像有把它換成 這個 那個 不知道有沒有晃掉 對 我後來刻意的把 身旁 拆這個蒼狼笑天 希望可以 求地位和爆發 就直接殺掉他 但 後來你有看到就是殘血部分 所以說呢 我們就 特地的 來介紹一下這一集 那希望說 對於正在有練 這個所謂的 極限章療的夥伴們 有幫助 那他主要的那個 隊伍裡面呢 就會有神珠 神話陀 月陰 然後 魔關 以及 主力的張療部分 那其實幾乎就是走 極限4-1的路線 他其實 已經很達到 越世界理想化的那個 神話陀部分 我有提到 我再三提到 天命一定要點到60 點到60的原因是因為 可以 而外去增加攻擊力的部分 那 千萬不要忽略了這個增加攻擊力部分 甚至說來到 第 150級之後呢 這個會提包 我幫的那個傷害值部分10% 也就是說 光傷害 傷害10%再加上這裡的那個 這個所謂的 傷害 攻擊力10% 整個加起來就是20%的攻擊力 這 就可以遠遠去取代 當初 他技能裡面沒有增加BUFF的一個 所謂的那個技能的部分 那我們來仔細看一下他到底是怎麼去配的 那我覺得比較 詫異的是他的天賦居然都沒有上2 都沒有上2 然後 好像 敏捷高級敏捷對於所謂的神珠都是 必備的 那這裡有不驅跟金剛 我又一直在提到 只要是輔助系的角色 不驅金剛跟鐵壁都是他可能比較需要的地方 那 甚至說其實我看蠻多這個所謂的神珠都有 塞上高增肌的部分 那提供大家做參考 然後這裡有初級回春 以及高級環魂跟初級極致部分 那主要他的那個神珠塞的是蠻像 那 雲爆反倒是給了 月鷹塞 那提高月鷹的速度也是一個 可以去做考量的地方 畢竟 本來神珠的速度就比起其他速度還快一點 那如果說你今天覺得神珠夠快的話呢 你就可以考慮把那個所謂的雲爆先塞給月鷹了 那我圖一稱應該是 月鷹本身的那個敏捷還沒到高級 還沒到高級 那看一下神話陀部分 啊 忘記說配術部分了 可以看得到呢 目前神珠是 月鷹是一術然後神珠二術 然後接下來是 魔關羽 然後接下來才是 神話陀以及張鳥部分 那其實畫陀的慢速呢 其實也可以去做一個 避免對方 就是造成傷害之後 我方太早出手 而沒有奶量的部分 當然第二回合的部分 還是可以做 做那個回血的部分 回血的部分 那神話陀配的還是有 裡面還是有不趨 然後有這個還魂部分 其實蠻有些高V玩家的話呢 會幫神話陀配這個高級還魂部分 所以說有還魂的話呢 也建議玩家可以去考慮 那 一術是神話陀必備的 甚至來到高級是沒有問題的 那塞了高級敏捷 這裡面有加暴擊跟那個 生命值跟加暴擊的部分 然後另外有終極金剛 一樣 我就有提到 不管是怎樣 只要塞 最好就塞不驅跟金剛 那當然有鐵壁會更好 這裡有鐵壁 那龍恩一進就是給我們的神話陀囉 那另外來看到月鷹的部分 你的所有隊伍 你角色裡面呢 一定要有一隻去學守護 那不管給誰學都可以 但也有玩家建議說其實 神話陀去學守護也不錯 那你就看你 要給哪一隻方式去學習 那不管是月鷹小橋 或者是神話陀都可以 然後冰把部分呢 學的是守護 敏捷跟衣術部分 衣術還是有必要給月鷹 畢竟 他還是一直有奶量的那個 所謂的 嗯 虎師喔 那這裡的話 有塞高級金剛部分 跟高級鐵壁喔 然後初級機型應該是 沒辦法 因為 不見得能夠 全部都塞到 洗到一個好的理想的那個 龍魂喔 那至少說 目前來看的話 他的龍魂算是可用的 那所以 重點都在於說 裡面的不驅喔 特別的要特別注意一下 所有的 玩家 戰力來到千萬之後 我覺得 最好每一隻都塞上不驅喔 那我其實我的武將裡面 其實我也蠻想塞 給那個鼠冠羽塞上不驅 目前是洗不到 如果洗到不驅的話 我們應該就會 給這個冠羽 給塞上不驅喔 希望是不驅加破甲 或者是不驅加上必殺都可以喔 不驅加上必殺都可以 那就看以後 因為現在目前也沒有多餘的能力 去洗龍魂喔 就 我都是等到有任務 比方說 英雄崛起 這裡有需要重駐的時候 我再去洗一下 那 目前先把 剛好我有 買那個不驅的冰法 我就把這個月鷹的不驅升到高級 那看一下 月鷹這裡起碼高級 抗爆部分就來到82%左右 算是蠻高的 那小喬剛好是有 洗到這一顆不驅 我會剛好就塞給小喬 那小喬的不驅來 抗爆只能來到41%左右 那另外看到 看回這裡了 所以說我覺得 當時的我如果 那個關於有塞上不驅的話 或許也有機會擋 擋住那個章喬的那個 攻擊喔 一波攻擊這樣 我猜啦 可以 或許可以 至少不會一擊就必殺喔 那這個也要等之後 有洗到不驅的冰法之後 再來做嘗試這樣 但是也要遇到同樣一隻對手 來去做測試這樣子喔 那魔關部分呢 速度來到3089 他這邊是學的是不懈可擊 那一樣喔 這個天賦沒有學喔 那所有的打手裡面 必殺破甲 然後敏捷 跟霧連都是打手必備的 那其實看得出來 其實打手 該有必備的他都有 那其他就看你自己想要塞 這個所謂的致命 或者是追殺 其實追殺也蠻適合給這個 魔關羽 甚至說有挑釁也可以給魔關羽 那這裡塞了一顆初級嗜血的部分 初級嗜血的部分 那這樣的配置方法呢 其實魔關羽的整個冰法來說算是 也幾乎是快 就是蠻OK的 蠻OK的 雖然說只有初級 但是就千萬戰力來說的話呢 目前來說算是可以喔 算是可以 那熊獅部分塞的是給魔關喔 然後接下來看主力打手部分 這也是初級嗜血 中級不驅跟高級霧連喔 那他有三個不驅就真的是蠻好 然後敏捷 高級敏捷就是必備的 然後還有破甲跟必燒 當然如果說破甲是高級的話 會更好一點 他整個那個效果就會出來了 那這裡如果說 開始有學的話呢 或許是可以把那個 不驅升上這個高級 那其實嗜血的話我覺得 可以透過龍魂的方式 就是多拿一顆就好 然後在必備的時候去打那個 所謂的 難滿的時候再裝上去即可 那龍魂的話 我 當然有時候其實嗜血 他有 部分的奇效出來 比方說 你可能去打 戰力差不多的 那個 對手或者是比你弱對手 但是你剛好不小心 方式都死光 你沒辦法補血 那時刻的高級嗜血 或中級嗜血 就會產生效益出來 今天可能光打髒鳥的話 一隻就可以 一邊打邊吸回來 那他就會有發生奇效的作用 那我們接下來記得看 那蒼狼的部分 當然就是給我們的 這個所謂髒鳥的部分 那 這裡塞上呢 所謂的高級必殺 跟中級堅韌的部分 那敏捷跟破甲 那我們看一下 接下來看鍍魂的部分 其實 無課玩家來說的話呢 鍍魂來說 比較 沒辦法鍍得很完整 但是其實他的那個 主力打手 所以其實 都會專注在主力打手部分 那主力打手來看的話呢 其實 該鍍的 其實魔關的一三招 都鍍好鍍滿了 那 因為應該也是四星裝備 有猜 應該是啦 因為 對於V0玩家來說的話呢 暫時沒辦法 很快的去 合出五星裝備出來 對 四星裝備 那鍍魂的部分呢 就提供大家做參考 這個就是 一二三 但我覺得其實 張鳥應該要鍍四 鍍四會比較好一點 畢竟這個可以增加沉默 然後又可以提高 那個 有概率提高沉默的部分 所以說我覺得這個比較好一點 我記得傷害也有拉高 也有拉高 然後 接下來看一下 寶物部分的話呢 對 寶物部分的話呢 神豬是反傷 然後 月鷹跟那個神華則是穿上了那個回春部分 那 魔關神勇 其實神勇也是可以喔 你今天打手 如果說是副打手的話 不是單一回合就要爆發殺死對方的話呢 神勇 穿在 魔關 或者是神罩的身上 都可以 體現他的那個能力值出來 另外 張鳥就是塞上那個怒翼部分了 求的就是一波爆發帶走對方 那我們看出 看得到那個寶物部分了 神豬部分呢 我是不知道 我覺得塞治療好像沒有那麼好 然後 有塞抗爆 我覺得抗爆就是可以 因為加速度 神豬是一定要衝速度 所以說 速度部分我沒有意見 但是治療部分的話 我看到有人 大部分好像都會衝攻擊 攻擊趴數之類的 那 這裡的話就 提供大家做參考 那我不知道 他的治療會不會對於說 那個神諸葛在最後收 應該因為神諸葛收套值 恢復 98%的生命值 我不知道這裡會不會受影響 因為沒有去做測試 不知道 或許可以來去 看一看是否有奇效 但是其實要測試這個也 然後就要去看看這樣子 因為還要去洗出來 再去做測試 蠻耗錢 目前月世界沒有這種 預算 去耗 如果說有玩家有經驗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 讓月世界知道 然後分享給其他玩家知道 那治療塞給我們的神話頭 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這裡的話就是塞 治療跟速度 那閃避也是可以 那我會建議玩家 如果要閃避就閃避 要 抗暴就抗暴 那兩個有抗暴 防禦跟閃避 我會覺得 我個人會私心覺得說 我 與其都 因為那個趴數很低 如果說都很低的話 我寧願 集中同一個 然後去 把某一個 抗抵抗值 給往上做提拉 會是最好 會是最好 對我來說 我會 這樣子去選擇 那我不知道其他玩家怎麼選擇 那月音部分呢 選擇是 治療跟速度 然後抗暴也有 生命也有 因為 這裡有學守護 所以說 其實 我會覺得 如果說 今天如果說月音不是 當坎的話 那如果說他速度 假設之後夠的話 我覺得蠻像給他 這樣會提高守護的整個效益出來 會更好 因為蠻像可以增加那個生命值部分 那 因為浴世界現在是把我的月音 當成坦在用 其實我真的蠻坦的 我發現月音真的很好用 而且很坦 面對這個神兆部分 起碼他可以撐上 好幾回合都不是問題 好幾回合都不是問題 只要對方神兆 不是特別的強 或者是戰力差的特別多的話 我的月音來說的話 其實 有塞上鐵 那個不驅之後 這裡還有高級鐵幣 整個那個 硬度來說是有體現出來的 那 再加上有其他部分去輔助的話 就會 讓他更硬一點 那 這裡的話呢 實在上是治療 那我覺得 因為有守護 所以說最好是在 洗個治療跟抗暴 那不要取防禦喔 因為洗防禦的話 其實這個 所謂的高級守護的效率 就體現不出來 不過 既然人家都贏了 那我們就 沒有什麼話說 沒有什麼話說 那另外看到 魔關的部分 魔關的部分 洗的是爆傷跟攻擊 其實魔關還是一隻可以 輸出型的角色 所以說你把 他的攻擊啊 往上提啊 我是覺得可以 那 抗暴還是必要 必備的部分 速度跟抗暴這樣子 這裡有防禦 我還是一樣堅持 如果說要洗抗暴 就洗抗暴 不要 分開洗 不要分開洗 但效應我會覺得出不來 我會覺得出不來 當然 再次說一次了 人家還是打贏我的 那你可以參考他的配置 那你也可以去試著看看說 因為我之前如果都用抗暴 那我是不是說 放棄一個抗暴 然後用防禦來試試看 這樣子 那你可以自行做 自行做選擇這樣子 那另外 來看到的話呢 這是 他是選擇攻擊加暴傷 然後防禦加抗暴 然後 一樣防禦加抗暴 那這裡就是暴擊加攻擊部分 然後另外看到符石 我覺得 V10玩家會成功的話 主要其實主力打手都要 帶 幾乎都要 三到四套的那個 滿等的那個符石會最好 那目前來看到 一套兩套三套 至少四套吧 四套 然後最後這邊的話 幾乎 有 快半套左右 快半套左右 那 神助部分選擇是攻擊速度加防禦 那大部分都這樣子 只有最後一個是 攻擊速度加生命值 那這個就提供大家做參考 那神話陀則是攻擊速度加防禦 那我個人會覺得神華是一隻 除非說你不 不去吃速度啊 如果你不去吃速度的話 我覺得攻擊加防禦 會 就會是他最好的選擇 那如果說你是 想要他快點出手的話 攻擊加速度的話 就是他的那個首選 那 他的選擇是選擇攻速防 攻速防 幾乎就這樣子 那最後才是攻速升的部分 然後 月雲部分他可能是剛 猛將剛轉 所以其他都是猛將 所以我就這裡就不提哦 猛將 支持防禦什麼東西之類的 那另外呢 那魔關這裡的話就是攻速防 全部都攻速防 那張寮也是幾乎都攻速防 只有一顆是生命值的部分 然後 專屬部分來說的話呢 神豬席的3%攻擊 然後 神 畫陀則是3%防禦 那 當然哦 因為月雲本來就是這個守護 所以說 選擇3%生命是 是OK的哦 那 魔關這裡有3%暴擊 然後 這裡張寮則是 加速度部分哦 那 如果說其實玩家 在後面 後期的話 好像可能大部分 這還在整年 那我不知道 可能都會 偏向於速度啊 速度加3%會更好一點 不過 對於V0玩家來說的話呢 我還是給V0玩家的建議哦 前期先不要去洗專屬哦 請你先 努力的把你主力 所有的角色 先把專屬開兩格 然後最後先把主力打手的4格打開 然後副打手的4格打開了 這個才是王道 你去洗 不見得洗得到東西 而且洗完之後就不見了 那 應該說你不見得能洗到你想要的東西 那洗完就不見了 那 倒不如你去 把 我還 我還情願你把那個 呃 寶石從3級升到4級會更好 與 與其你去升 呃 去洗鍊這個 從 重鑄 然後我 我寧願你哦 去把寶石升到4級 然後直接 塞上去會更實用哦 無課玩家不要想其他的 有的沒有的 主要把你的 資源分配到 極致化之後呢 再來去 呃 去把那個資源做更大的擴用 會更好 而不是 著急的想的那種 比較虛的東西哦 然後 魚仕界的玩法就是找一個比較實的做法哦 當然 呃 要看你自己啊 我覺得我的 我的意見是建議 然後我 分析別的東西也是建 也是看法而已 那你也可以 參考他自己的那個 對方的做法 然後去 思考自己 自己去怎麼做這樣子哦 那他的神珠呢 是攻擊加防禦部分 那增防 的部分 看一下是 增防 增防 他選擇的是這個 開場增加防禦哦 那個是 盾牆的部分 那另外看到神話頭 則是選擇 呃 防禦加 奔息部分哦 我只知道奔息而已 奔息加10% 其他我就沒有去特別 欸不是奔息了 那我 他有在洗掉是不是 我不知道 他有在洗 他有改變哦 他有在改變 本來是 本來是不一樣的 他現在是免傷 免傷加上 治療吧 救贖 被擊殺之後 隨機清除對方 一個那個 所謂的狀態出來 這個等我一下 哦 換塔好了 好 然後 成降是用一擊哦 應該是沒有錯吧 對 成降一擊 然後 月鷹則是3%生命跟10%抗暴 應該沒有改吧 又改又就丟臉 對 生命值哦 然後10%抗暴部分 抗暴對於月鷹來說其實是蠻有效果 而且他的那個 不吝嗇重複在講 他的那個 兵法是選 選擇守護 你選擇守護的那隻角色 盡量把那個生命值往上提高的話呢 你的守護的吸收盾效果就會更好 就會更好 然後另外看到魔關 魔關的部分是選擇暴擊加暴傷部分 暴擊加暴傷 所以他的速度還會再往上增加 3%的話是大概 呃出於100 90嗎 100 3000 90吧 可以再增加90 大概是 將近3100 所以其實他張療速度是相當快的 我的音樂不見是不是 沒有 他中間都會 都會不見 然後 我們看到 呃副降部分的話呢 幾乎都成將 那你也可以選擇 這樣 但是我覺得 其實成將要取得的效 呃那個時間點 時間也不易 所以說 我會建議 無課玩家的話呢 可以先選擇成將 欸 紫將部分都 非主力打手 然後主力打手可以先把成將給撐到滿 然後他成將是4等 我看我的幾等 我現在幾等 我自己忘了 但我現在其實主力打手是這個 這個 身旁部分 那我3等 我會比較慢 我比較慢一點 然後我還都塞紫將 那我有點丟臉 那他的那個 寶石部分 只有 神珠開 一格 然後 抗暴部分 這是他 他做選擇 那其實 如果說是輔助性的角色的 都建議是先上抗暴 然後如果是他是有 回襲人 然後可以增加攻擊部分 抗暴部分 然後 神話陀哲是 4級閃避 我是覺得如果說 如果說沒有必要的話 我覺得閃避是沒有什麼太大效果 對神華來說 除非說他放在前面 然後 他又穿上那個 他 因為神話陀一定是穿龍恩 不會穿 加閃避的龍魂 那我覺得閃避的話 效益就不大 那另外來說的話 月鷹 則是生命 加上這個治療部分 那其實蠻適合月鷹的 那魔關就是 兩顆攻擊部分 攻擊加暴擊部分 然後張療則是攻擊暴擊加抗暴 那其實我會建議 無科玩家當然就是按照這樣的方式去 去增加 比方說他可能是攻擊 或者是傷害 然後暴擊都可以 那 最好還是多上一個抗暴 整個抗暴系數才往上做增加 然後再去搭配那個所謂的不趨有 不趨的部分 那天命的來說的話 神華點到60 其他沒有點 然後 魔關30 然後張療則是68 那我會建議 無科玩家天命還是要點 然後最好是 全部 全部開到30之後呢 再去點主力打 主力打手 那我現在主力打手的神旁 則是來到115等 那你還有另外一個做法 就是你可以統一的把所有的角色 努力的都平均升到60再升到90 其實 60跟90的那個整個效益會出來的話呢 比方說可能 60 60可能有機會有其他的效益出來 比方說像是看一下 不要這個 比方說像是月鷹好了 他的60的話 他就可以去 有 極致有增加命中的效果 但我覺得90會更好 應該說 平均來到90再去 衝那個所謂的 那個其他主力打手也是可以 因為90的話 他可以降低對方傷害部分 在月鷹這裡 然後昇華則是 昇華90一樣 可以減低傷害 你要思考的是說 我場上的 輔助型的角色 他的那個 在場上韌度越高的話 他生存的越久 對我來說 我的 加Buff的那個 或者是回血的那個 那個部分 都可以往上做提升 那就是我可以 活得比對方 還要久的那個契機 那如果今天你的輔助 型的那個 打 欸 角色呢 對方一炸就死了 那就你就變成說 你沒有 可以得輔助 就變得不好 所以說 有兩種做法 一種是先衝到30 30是為了 開啟全部的抗暴 然後再全力去衝 那個所謂的主力打手 我的極限往上堆疊到最極限 因為你看神旁的那個效益 必須達到 其實至少要120的效益 才會更好 現在的話 那個是 90是只有提高 虎衛跟猛將傷害 那當然 對於猛士跟方式傷害 提高的話 對我方來講也是有益的 為什麼今天如果說 對方的那個 戰力最高也是猛士的話 我先去 先去炸他的話 第二招有機會沉默 然後再加上 這裡有機會增加10%的傷害的話 對我來說的話 我的傷害往上做提高 把整個傷害 拉到最極限這樣子 好 那接著 我們來看到的是 暴擊部分 那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 輔助型角色 當然都不稱暴擊 但是 那個 一般來說的話呢 抗暴來說 就會比較高一點 那月盈就稍微低一點 28.3了 那昇華已經有來到52.3了 然後 神珠則是43.5 那魔關呢 有40.0 那張鳥有42.4 那其實 其實我覺得他的猛將的那個 抗暴系數還蠻高 像我的 我的 神龐 也才43 應該差不多 然後我的 我的這個 章魚 欸那個不是章魚 關羽 章魚 好像章魚生 關羽的抗暴就比較低一點 只有28.7 我覺得這個是我比較致命的地方 那也是我想要去做改善的部分 不過 目前來說的話呢 還需要時間去洗龍魂呢 就沒有辦法 然後 其實 聯盟科技有在點啊 那就不用多說 56 56 55 之間 那因為其他部分看不到 就沒有去把他給拉出來用 然後 大概就大概就先介紹到這裡 這個是 我覺得還蠻強的 章魚的那個整個配置的部分 包括說角色也好 如果說你剛好練的是神珠神華 月陰魔關搭配這個所謂的章魚 我覺得 你可以按照他的配置去配出來 你的那個 你的那個兵法也好啦 或者是 圖騰的放置也好啦 鍍魂的順序也好啦 或者是說 寶物啊 應該怎麼去放啊 然後甚至說 你的寶物要怎麼洗啦 然後甚至說你 誰要先上那個符石啦 都是你可以去思考 然後去考量的狀態部分 今天其實 他的神華已經 開到那個天命開到60了 可以增傷部分 所以說其實是走一個4-1的極限角 因為今天章魚吃 絕對可以吃好吃滿所有的buff 不過我覺得比較致命傷是 他有提升 那時候 我看他的那個速度才2800而已 現在已經3000多了 所以他的速度是往上提升的 那 這部分呢 就不再去做更新去變動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介紹到這裡 那希望這支影片呢 對於有練這個所謂章魚的無課玩家呢 而資訊是有相當的幫助 那說你覺得資訊有幫助的話呢 不妨幫月世界影片點個讚 然後還沒訂閱觀眾朋友 幫月世界訂閱起來 那如果說要抖內的話呢 也歡迎下方有帳號 抖內50100都可以 感謝大家 那我們就下一次影片見 那如果說你對於那個資訊有任何問題 或任何意見 或者說你覺得說 月世界你不要做這個表格看起來很煩 我只想要看到這個所謂的對方的這個狀態 然後只要點狀態去講的話呢 也可以 那到時候你可以留言 那我們就來去 比較一下 看大家比較喜歡哪一個方式 如果說 這個表格方式你覺得很煩躁的話呢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讓月世界知道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了 拜拜